接著我們要跟各位提的是 元素符號的符號跟它的秘密 基本上我們按照現在所告訴你 所教你的圓柱存在的形態就是用原子 就是一顆一顆的 像積木一樣的 然後可以去拚可以去湊出各式各樣東西的 那麼所謂的相同的元素就是相同的原子 所謂的相同的原子 就表示你是相同的元素 那至於什麼叫做相同的元素 叫扯到後面的周期表 就是原子序相同 然後會擺在周期表相同的位置 我們就說你是相同的元素 就是你是相同的元素 那就會有一樣的元素符號 那麼至於這個周期表跟所謂的原子序 我們就後面再跟各位說 第一件事情 元素符號 每個元素都有它自己的符號 來方便我們大家彼此溝通 然後能夠來彼此了解 然後在講什麼之類的東西 那麼用拉丁文的第一個字母 拉丁文英文第一個字母 有定刷子大型 只有這樣子OK 然後氧啊 硫啊 靈啊 可是顯然只有一個字母是不夠的 所以要再抽出第二個字母 另外再加一個小型 加一個小型 比如說HE啊 HG啊 多一個小型 CA啊 CU啊 多一個小型 來知辯母 所以元素符號 最多就是兩個英文字母 來表達我們各式各樣的元素 這叫做英文的名字 英文的名字 好 就元素符號 原則上應該要會 古時候也考過 古時候也考過 現在在考的機會不大 因為這算死倍 不算死倍 但是你要想 好 尤其是常見的東西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你要寫什麼玩意 OK 好 元素符號 知道一下 每個都了解 這叫做英文 那它有中文 中文 只有一個字 只有一個字 以前就有名字了 就用以前的名字 什麼金銀銅鐵啊 古時候就有名字了 就用古時候的名字 然後基本上 常溫常壓之下 如果是固體的 是固體的金屬 就用金字旁 因為中文的字啊 最多就是形聲字嘛 所以要有形 金就是形 或者如果是 非硬子用石頭旁 用石頭旁 所以像這樣 金屬 然後呢 那如果是 常溫常壓下液炭的 就是水 再黏水 就兩個 就兩個 一個拱一個 秀 一個拱一個秀 一個是常溫常壓下 唯一的液態金屬 一個是常溫常壓下 唯一的液態 比非金屬 氣體的就用七字頭 氣體的就用七字頭 這樣子 所以就可以 就可以把它做出來 做出來 然後呢 這叫做洗吧 然後再想辦法湊出一個聲 再加個聲 利用各式方法來湊的 比如說 輕是最輕的氣體 就那個輕 輕的 右邊 那個輕 然後綠是黃綠色 所以綠 綠色的右邊的綠 或者是大部分就是用它那個發音 看誰跟誰比較像 就塞進去 比如說那 就是那 也是因為它那個英文的 它因為發音跟耐耳的 以下 放在哪 要湊出來 就是我們的 中 名元素符號的 中文 跟英文的 來源狀況 就是小的一下 知道一下 然後我們講過 考試有人考過啊 我發現一種 新的元素啊 它有什麼樣 什麼樣的性質啊 請問它在命名成什麼德性 它就寫一些字給你看 我講過了 是金屬叫金字旁 非金屬 常溫是固鐵用石頭旁 常溫是氣鐵用金字頭 如果是用水 這樣子去命名 就小德了 OK 就是要了解 我們的 命名的原則跟說法 就是 我們跟各位講的元素符號